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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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的地位呢 其实应该很多人都有兴趣去打这个新股 看看它其实过去的数据的话呢 过去的增长不错吧 看去年首九个月 公司收入二年增长49% 但是当然还是在亏选之中 其实就亏选424亿 你看见 其实看见它亏选的情况 因为19年度呢 其实就出现了这个转亏为盈 那现在呢 2020年就头九个月 就是开始这个转云为盔的情况 其实这么一样的增长上呢 这方面可能不太好 但是看它的收益来讲呢 收益方面其实都是有这个 按连降49% 所以我们一般看这类型的新经济股份 还是看这个收益的增长 比看这个亏选多吧 因为都是在发展中 它看的就是未来 但是呢 其实这么高的股值 你说 会不会贵呢 其实大家现在因为都看见 这样的市场的环境下 大家都已经忘记的估计 当然呢 其实因为它上市 它加股跟上市还有一段距离 要看当时释放 因为之前在其他 早一段的节目里面说过 其实呢 这类型的 特别是亏选的 新经济的科技股份呢 在市场好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去追 就不管什么都先追了再算 所以这样子就很容易推高 对 其实快手 应该都是吃这个热桥吧 我觉得呢 很可能它上市 会有一段可能 比较短期的会分一点 但是之后呢 还是 就是要看它之后的表现吧 还有就是看了实况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打新骨 当然是可以的 因为其实说真的 很多新骨打新骨呢 真的都不太理了 其实就先抽了再算 打了回来 首天就先走了 还是有一点利孕 所以我觉得 其实大家可以用这种方法 就是逢热的新骨都去抽 打八回的对 然后这个来说呢 它在本新的赛度 是一个比较热桥的赛度 所以当然也是一个可以 可以去打的思想 对 那么可能对于香港很多投资者来说 可能对我们接触到 可能抖音可能比较多一点 那您有没有了解过 比如说快手和抖音 它有没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像 它的收入来源 或者业务模式上面 有没有什么区别 可以介绍一下 其实呢 看它们的 其实如果将这个 两者去比起来呢 看见这个 其实快手还是先来着 其实抖音是后来的 但是你看见它对比起来的话 其实抖音现在可以说 是已经抛离了快手了 其实呢 它们可以看得出来 好像是差不多 但是现在呢 你看见这个抖音 其实都已经在国外的市场 它的增长甚至比这个快手 还要高 其实你看见它的用户量 每天的用户量 其实抖音都比这个快手还要高 所以其实 因为你看这最新的数据 它们发出来的就是 每天的用户量 抖音就已经突破了3亿 然后快手其实就打算在 就是都快要到3亿 其实这样子的话呢 你看见抖音其实它的亏物 还有它海外的业务的增长 其实就是按倍数的增长 你刚刚说到就是快手的 过去的增长就是百分之 收入增长就是百分之49 所以如果说 以这个亏损的企业来说呢 它这种没有算是很报价性的增长 反而是抖音反而有这方面的亮点 还有就是抖音其实 它已经在向科技巨头的方向走去了 已经不再不再但是一个短视频了 在转型的一个方向 对对对它 因为最近就传他们有机会 要来香港搞这个金融科技了 所以它的业务范围就广很多 未来的增长的前景也会有更大的憧憬 所以就是因为抖音如果来上的话 当然肯定就更加急的留意 也是有这个消息说是抖音有可能也会 趁着这个风可能再来香港上市 那么刚刚也像您说的 如果是趁着这个风打新快说 我们可能也可以来抽一抽是吧 当然可以 当然你看到收上了之后呢 有可能如果抖的过风 如果这个大市的释放开始转下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先看这个短线方面 因为应该短线会有 起码首天会有不错的利润的应该 好的那么到底到时候它招股的情况会怎么样 以及到时候抽到之后上市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就拭目以待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卫生小显今天带来的解读 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也欢迎大家持续收看现在电视为您带来的 其他财经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